今天分享这个是莲藕绿豆猪肠汤 加上鲁鱼是很好喝的 重点是怎么煮得它又粉又好吃 也有技巧 到这个季节就是莲藕最好吃的时候 但是你们要懂得找 要吃什么 蓝沙十四冲的粉莲藕 鱼要提前浸一个小时 浸了之后洗净就可以放进去 这些全部可以吃 很多人问莲藕 这个墨鱼里面要不要的 是否丟掉 不是丟掉 这些才是贵质重 重点就是这些 莲藕洗好了 现在这样洗干净 就剥皮就可以了 在中间的节位 剥皮 尽量不要刮穿 很多人问婚姊 为什么莲藕 里面有很多泥 就连这些泥也不错了 如果有泥 就是有洞 它就会放入泥 但是这些这样完整无缺 它是没有泥的 好 所有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滚水 大滚的水放棉柳 我们没有切它了 切开它就没那么滚 现在煲棉柳汤 一定要用最大的煲 一次要加多些水 如果不够水 你中途加水 好了 今天我就不放鲜骨了 我老公和大哥很喜欢吃这个 其实它不太肥 就只有这么多肥 全部都瘦肉 那又可以做菜 这些蜜鱼我浸了一个小时 放了三只蜜鱼 一定要放一些老陈皮 这样它喝起才够香 放下三粒椰棗 这个汤好饮 就放这个绿豆 所有材料放进去 我们记得大火最好煲它半个小时 才调中火 全程煲一碗粥 这个绿豆已经煲好了 你看 绿豆都放了沙 滑滑都很想喝 加上的那道鱼 很香